好,继续我们往下看 1,2,3,4的四个短文之后呢 我们开始看问题五 问题五的话还是两篇文章 但是相对来说会比1,2,3,4稍微的长一些 我们还是看文章来选这个答案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这种 这个同一个这个文章稍微有点长哈 长了之后呢 它这个题目就不是唯一的了 我们还是把这个题目先看一下 前两个题目其实没有什么话 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它会画线 文章中画线 它会就画线来提问 咱们重点看最后一个 好,这件这句话首先呢 它问的是什么呀 写文章的人是什么什么都考えているが 写文章的人是怎么想的 他想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关于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想的呀 叫散步的时候 他回忆起 他以前住的那个房子这件事是 なぜ 是为什么 所以他问的其实是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写文章的人是怎么想的 首先咱们得先考虑出 他 我们要知道这段话 他其实在说什么呀 是说肯定跟他以前住的房子有关系 他就回忆起这件事来了 那我们重点看是为什么 好,咱们看一下这段话在说什么 好,私は家の近くを毎日散歩していますが 今日はいつもと違う道を歩いてみました 好,两个句子中间有个が 我每天都在家附近散步 那每天都散步 首先我们这个散步用的是お 表示移动 然后每天都散步的话用的是进行时 好,が 我在这边漫无目的地的走 然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这个花的特别特别好的气味就 してきました 就散发出了这个花的味道 非常好的味道 那这个地方也有个と 这个と一般我们在剧中会翻译成叫 一旦怎么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怎么样 这地方是个特殊情况 他前面用と 后面我们用了过去时 跟咱们刚才说过那个たら 后面接过去时一样 表示一种意外或者一种新发现 我正在那漫无目的地走着呢 谁知道就有一些很好的香味 就散过来了 而且是不知道从哪来的 这个花的香味就过来了 好 している香りなのに それがどんな花なのか 思い出せませんでした 好,明明是我知道的这个香味 但是呢 我却没办法想出来 它是一个 それがどんな花なのか 它到底是什么花的味道 好,でも 但是 その時 自然に 我就想起了过去住的房子的事情了 那一定是我 昔住んでいた 家のことは 一定是我以前住的房子 好,然后接着呢 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 继续说 祖父と祖母も一緒に住んでいて にぎやかな 裏にある山 好,这个地方问了 しばらく考えました そして それが 家族の家族の家族の院子 最后有个noです有个解释说明 其实他就在说这个原因嘛 为什么他会想到那个东西 因为他们家院子里开的那个小小的白白的可爱的花 和咱们今天在路上走的时候 闻到的这个花是同样的香味 所以咱们看完这个文章 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 第一个问这个それ带的是什么 咱们刚才说了 それ带的是什么 他过去住的房子 是他散步的途中看到的开花的房子吗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开花的房子 他只闻到了花香 第二个 他过去住的房子 和他过去住的房子非常像的房子 第三个 小的时候自己住的房子 最后 这个名字的房子 所以这条题我们就知道 答案应该选的是第三个 是他小的时候住的这个房子 好 接着 这咱们刚才也说了 他和阿希子这个女孩子 一起去山里玩啊 一起去河里玩啊 他们这种回忆 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呢 他经常去隔壁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大院子 这个不对啊 因为大院子是他们自己家的 祖父祖母经常来玩 原文说的是他们一起住 所以这也不对 我在院子里跟阿希子 一起看花 还是 这条题应该选的是第四个 他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这么一个事情 好 最后一个 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作者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他当时会回忆起那个房子呢 重点我们刚才都说了 应该跟那个花的味道有关系 这个第一句话非常长 叫什么什么 什么叫做过去住的房子里边开的这种花 和和他相同的这个花的香味 有这样的一种香味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个答案就应该选第一个 后边是什么呢 他看到了那样的白花吗 其实没有 他只是闻到了气味 好第三个 他说的是 这回是什么样 有什么样的花的香味啊 是和他过去住的房子附近的路上开的花 有同样的香味 这是不对的 是他们家院子里的 好最后一个 这可能就更不对了 也不是道路 也不是看到了白花 所以这条题我们答案选的是第一个 好第二段话 第二段话咱们在看文章之前 还是把题目稍微说一下 第一道题呢 他问的是このこと 他画线的部分 咱们待会直接看就行了 问的是何を指しているのか 到底指的是什么 第二个 好在这个文章中 这个小孩 在小孩身上看到的这个变化 在这个变化中 他举了什么样的例子 好第三个呢 この文章的一番言いたいことは何か 这文章最想说的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看到题目我们就知道 他应该说的是小朋友的事情对吧 好咱们来一块看一下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日本では1960年頃から 街に道路やビルが次々に作られ 公園や空地が少しずつ削られてきた 好在日本 从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呢 这个在城市里边 道路和大楼就次々に 这个接连不断的被制造出来 作られる 我们的词数字叫作る 变成了一个被动态 大楼不断的被造出来 然后呢 公园和空地就怎么样 少しずつ一点一点的 削られてきた 这个词数型我们叫削る 这个大楼一点一点的 不是这个公园和空地就一点点的 被削减 被减少 好 このような街の変化によって 由于这样子的这个城市的变化 在房 这个在屋外 在室外 子供の遊びの遊ぶ場所が減少した 小朋友在室外玩的这个场所就变少了 好 そして然后 子供の遊び方も変化してきた 然后小朋友们的玩游戏的方式 也就变化了 变化 変化してきた 也就 开始变化 好 昔は 过去是什么样子 子供は外で遊ぶことが多かったが 今は一人で室内でテレビを見たり ゲームをしたりすることが多い 过去时候是小朋友们在外边玩的情况很多 但是呢 今は 现在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啊 打游戏啊 这种情况比较多 好 このことは 看到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往前找 这件事是什么呀 二つの点で子供たちに重大な影響を与えた 这件事 在量 通过量 量点 对孩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紧接着上面 前面说的这句话嘛 小朋友的 这个玩的方式变了 过去在外边 现在在屋里 所以 现在在屋里玩的这件事 就给小孩子很多的影响了 好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一つ目は体力への影響である 第一个是对体力的影响 子供体力と運動に関する調査では 走る 跳ぶ 投げる などの基層的体力は 昔より落ちている 好 关于这个 什么什么に関する 关于小朋友们的体力运动的 这种调查 在这个调查中 跑啊 跳啊 投啊 等等 这种基础性的体力 昔より跟过去 比起来是 有所下降了 落ちている 已经掉下来了 外で体を動かして 遊ぶ機会が減ったことが 什么什么ことが 它是个主语 叫在外边 这个活动身体进行游玩 刚才是体力 这回是交际方式 好 看过去 昔は近所の子供が 一緒に外で遊び 年齡や個人による違いを受け入れて 付き合い方を学習した 过去的时候是 他会附近的这个小朋友 或者邻居家的小朋友 都会一起在外边玩 然后呢 根据这个年龄啊 个人的不同 的这个差异 小朋友们都会去接受 去接受这个 由于年龄 或者个人不同 而产生的差异 然后呢 他们会去学习 这个交往的方式 好 好 最终是这个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呀 从今往后 日本的城市 発展していく 发展下去 也应该会这么 发展下去吧 但是 这件事 带的是这件事 发展的这件事 这件事 给予孩子们的影响 也请大家不要忘记 也不许忘记 好 是这个意思 那咱们来看看题目 第一个 このこと 何を指しているが このこと 他说的是 这个 咱们刚才第一段 我们回来看一下 对孩子产生两个影响的事情 是什么 那我们说得往前找 前面一段 叫过去的孩子在外边玩 现在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玩 应该指的是这件事 那我们看看这个答案 第一个 街の中に公園や 子供の遊ぶ場所が増えてきたこと 这事指的是 在城市里边 公园呀 小朋友玩的地方 变多了吗 其实我们知道 整个文章在说 是变少了的 第二个 昔は子供が家の外で 遊ぶことが多かったこと 好 这件事其实指的是 过去小朋友们 都在外边玩吗 那小朋友们 都在外边玩的话 就不会对小朋友 产生什么体力上 或人际交往 关系上的影响了 所以这也不对 第三个 子供が一人で 才会导致体力下降 这件事存在 所以这要题 我们学的是第三个 好 第二题问 この文章では 子供に見られる変化には 例えばどんなもの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るか 小朋友的这个变化 都有什么呀 第一个 外で一人で遊ぶ時間が少なくなって 体力が落ちている 好体力下降 这件事是对的 小朋友们有变化 对吧 但是是怎么样呢 是因为在外边 这是小朋友的变化 体力的变化 好第三个选项是什么呢 友達との遊びの中で 良い付き合い方が学習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在和朋友的这个游玩中 是能够学习 这个好的交往方式 到这还都对的 但是后面有个用になった 叫现在变得能够学习了 这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过去是可以 现在的这个游戏是不行的 好 最后一个 テレビやゲームから 良い付き合い方が学習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这肯定不对 从电视和游戏中学习好的 我们在所有的阅读里面 都会是比较端正的这个价值观 比较端正的态度 它是绝对不会出现 赞扬电视和游戏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话 这个中型的话 还有最后一道题 我们问的是 この文章で一番言いたいことは何か 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好 作者的这个意图 其实我们都明白 他其实在说 过去的那种小孩的玩的方式 其实是好的 现在这个城市发展了 但是对小孩其实不利了 体力下降啊等等 那我们来看看 街の発展が子供に悪い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ことに 注意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 城市的发展 给予小朋友们这些坏影响 这件事是不注意 不可以的 不注意不行的 这个第一个 其实这个第一个就是应该是正确答案 它是对的 第二个 街が発展しない場合 在城市如果不发展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子供に悪い影響が出ることを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一定不要忘记 城市不发展的时候 就会给小朋友坏影响 这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个 子供に悪い影響が出ているので 因为已经对小朋友产生坏影响了 到这儿是对的 街を発展する前の状態に戻した方がいい 所以最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我们把大楼都拆了 把这个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建筑物都给拆了 那是肯定不行的 好 最后一个 子供に悪い影響を与えてしまうことはあるが 街は発展した方がいい 虽然说会给小朋友们一些不好的影响 但是城市还是要发展一下比较好 作者完全没有说这样的事情 他说的是 在你们发展的时候 你们不要忘记对小朋友的坏影响 好 这条题我们最终应该选的是 刚刚第一个答案